小米路由器7000拨号上网测试 我发现它的兼容性有点坑 目前我是这样的 2.5G网口 连的是我的路由器 然后路由器是桥接 这根线是从 光纤收发器 也就是光猫嘛 光猫出来之后接到主路由 然后通过它的LAN口 桥接这个口 进行拨号 目前像这样拨号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这个网口是1G 就是签照的 然后我们签测个数 现在我电脑已经连上了 现在是凌晨 凌晨3点59分 我们先看一下路由器 路由器这边是绿色 是连网正常的 然后这个灯光两个都是白色的 也是连网正常的 是拨号成功的状态 这种状态 我们先测个速吧 使用的wifi网卡是mt7922 然后使用speedtest测速 路由器是双平模式 是没有瓶颈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也是没有瓶颈的 速度不正常 重新连接一下 选拨这个中国电信扬州的节点 再试一试 只有 把现在速度上去了 现在到600了 我们是千兆太宽 正常千兆拨号的话应该是能跑到 应该是能跑到940 目前这种千兆口的情况下 这个流量图来看啊 它是上去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只冲到了 六七百这样就上不去了 就掉下来了 然后再冲还是上不去 然后我把主路由的wifi打开 我们试一下主路由的速度 我刚刚把这个wifi关掉了 怕这个wifi会有干扰 现在我把wifi打开 然后连主路由看一下 主路由连这个光纤收发剂在这个时间点是可以超千兆的 随便一测都是超千兆 然后等一下我把这个小米7000直接连收发器拨号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们看这个速度是没问题的吧 说明我现在的这个线路是可以超千兆的 然后这根黄线我把从路由器上拔下来 然后这个收发器上的这根线我把它拔掉 为什么换成收发器呢 因为就是收发器的成本更低 可以接多条猫棒 我测试方便一些 好了 现在是收发器直连这个路由器的一号口 我一号口已经固定为万口了 然后我们再开一下他的拨号 我先把老路由器的wifi停用 因为他这个信道是36 已经停用了 然后这个wifi等一会就没有了 信道是36 那个小米是44 比较接近 可能会有一点干扰 小米7000 现在是没拨号成功 下面是白色的 上面 上面这个灯是不亮的 我们灯灯后台看一下 这个是打叉的 哎 万口没有网线接入啊 我再看一下是不是没接好 没问题啊 哦 这边有点松 好 现在 现在上面这个灯是黄色的 应该是正在封号 目前是拨不上的 可能是刚刚的拨号还没有下线 要等一会 还是无法拨号 再检测看一下 我先把路由器重启一下吧 重启一下再开 现在路由器重启完了之后 已经自动拨号成功了 这个两个灯都是白色的 等wifi出来 我们连上测速 已经连上了 看一下QQ能不能打开 QQ登录有点慢 这个是绿色的 是已经连网状态 然后这个灯也是白色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试了是没办法上网 就比如说QQ都上不去 QQ上去了 这一次 这一次没问题 这一次拨号成功了 PPOE拨号成功了 然后我们先测速看一下 那个wifi界面 对 就这个界面 mt792 然后我们再测速看一下 连的还是这个扬州电线武器 这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把它关掉 关掉重新再测完 现在已经掉线了 这个上面这个灯已经是 已经是红色的 我还没有改其他的设置 他就掉线了 这边已经是打岔了 这边已经是打岔了 刚刚冲起完了是播号成功了 但现在又打岔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这个MT MTU改少一点 改小一点 试试看 其实我刚刚已经 我现在是起来了比较早 4点多开始测的 我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测过了 昨天晚上测了一个小时 死活是没办法拨号 拨号不成功 这台路由器网口 兼容性绝对是有问题的 这边是两个灯 然后还是没办法拨号 然后我尝试一下吧 我先尝试一下 把这个改成千兆 把这个走千兆看一下 错误是678 把改成千兆试一下 改成千兆又拨上了 现在是千兆的方式拨上了 然后我们测个数吧 现在测速有了 现在测速有了 千兆模式下 这个千兆模式下跑500多 这个有点奇葩 这边是黏上的 黏上的他的5GWiFi 而且我这个5GWiFi 是没有分屏的 是双屏模式的5GWiFi 是很强的 是两个屏的 5GWiFi是 是160MHz频宽也是打开的 但是测速就这么点 就只能跑到500多 看这边的流量图 冲到了500多 就掉下去了 速度上不去了 继续冲 冲到600多 我为了避免这个是MTK网卡的坑 所以我 还有一台电脑 不用这台电脑再试 前面跑了677 按理说他的千兆模式应该能跑到900以上的 但是只能跑到600多 连上的无锡的年通节点 这个节点速度很慢 这节点只有三四百 这个不看了 我看还是连电信的 电信的扬州节点 用英特尔AX200网卡测速 结果就更惨了 再试一次 所以不是我网卡的问题导致测速上不去的 AX200像这种时间凌晨这种时间测速也应该在900以上 千兆带宽也应该可以跑到900以上 这个速度就是很坑的 再换个接点试试吧 换一个南京 电信 南京电信也是跑200多 这个我就不测了 直接关机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7922 其实7922的巧网能力比那个英特尔的好很多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看一下 MT7922的速度 在网络条件比较差的时候 MT7922测出来的速度就是比英特尔高 你要说具体原理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它强网的能力更高一些 联发科的接高通芯片的路由器 也是能有更好的表现的 虽然它更好 但是这个速度还是不正常 然后我再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把它的上网 这个接口的速度 刚刚最开始不是自适应吗 是第一个推荐值 然后我把它固定到1000兆 我现在把它固定到2500兆 看看能不能拨号成功 现在已经固定到2500兆了 然后它断线重新拨号 拨号方式是自动 这个正面的灯已经变成了红色 无法连接服务器 其实我测试过很久了 就是在2.5G的模式下 不管是用的自适应 还是固定的2.5G 都是很难拨号 好不容易拨号成功了一次 也是非常的卡 现在这边显示拨号成功了 IP已经出来了 但是灯光还没变 灯光还是红色 然后我们看一下首页 看到首页 首页已经变成绿色了 首页变成绿色 然后这个灯光又变成红色 它非常不稳定 就是好不容易拨号成功一次 它要么就是非常的卡 要么就是一会儿掉线 一会儿掉线的 首页变成了绿色 这种情况下 我再测速看看吧 能不能跑起来 这个延迟已经出来了 但是速度出不来 非常的卡 关掉重新来 这个速度是太慢了 是测不出来速度的 正面的灯光是两个都是白色 是他们路由器检测是正常的 就路由器他自己认为是粘上网的 是两个都是白色 这个是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可能你们觉得我的是不是测速软件有问题呢 对吧 我用 无痕模式打开一些 打开另一个speedtest.cn 直接就打不开 我根本就不根本就不是测速的问题 也是网页就打不开 打开b站 也打不开 反正啊 现在这个其实已经解析出来了 这个地址应该是解析出来了 所以已经是htps加密这个锁已经出来了 但是速度特别慢 这个测速网也是打开了半天 终于终于出来一点点了 像这个这么缓慢的速度 所以这么缓慢的速度 任何测速软件都跑不起来了 就不要说这个speedtest跑不起来了 你其他任何测速软件都跑不起来 他这边检测的还是绿色的 还是没问题的 反正2.5G上网 2.5G口 拨号上网是始终是有问题 这个路由器我现在不用了 把它重置 我用京东云雅典娜再拨号试一下吧 如果京东云雅典娜能拨号成功 那就不是我收发器的问题 就是路由器系统 或者是哪里没优化好 这是雅典娜的这根线 是通向他的腕口 2.5G腕口 我已经设置已经改过来了 雅典娜网线换过去之后 很快就拨号成功了 已经是绿色了 然后我们 电脑打开雅典娜的后台 雅典娜已经拨号成功了 这边是打勾的 然后看一下路由器 WiFi 把它的WiFi打开 游戏模式我就不开了 我只开个5.2G Wi-Fi 然后5.2G Wi-Fi是支持160MHz频宽了 5.8G是不支持的 5.8G我就不开了 这个5G Wi-Fi出的速度也比较慢 他要规避雷达信号 所以要一分多钟 稍微等一下 WiFi已经出来了 这么近的距离 写上速度肯定是2.4G 所以不看了 我们直接测速 这是雅典娜拨号的 雅典娜2.5G口拨号 速度稍微慢一些 但是也比小米7000速度快 因为雅典娜它内置还跑了一个 相当于挖矿的程序 会占用一定的速度 所以速度稍微慢一点 是正常的 再试试看 看能不能超过1000啊 只有900多一点 915 这个速度就很尴尬了 这个就不知道是2.5G 拨号成功了 还是跑的是千兆的模式 行动速度是2.4G 不知道是不是2.5G网口 没有提供成功啊 这个速度太尴尬了 再试一次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速度跑高 现在跑到950以上了 960970 说明是2.5G是正常的 多次测速 依然是速度不理想 没有破1000啊 我再换个节点试一下 南京电信 也是900左右 跑900左右 这个2.5G就失去了意义 肯定要超1000的 再再试一下呢 那个扬州 我这边测速扬州是最快的 有点艰难 就我的这个网络条件下 雅典娜跑千兆有点艰难 但是是 是通过这个速度可以判断 他肯定是用2.5G 拨号 不是千兆 所以说明我这个收发器 2.5G拨号 两个路由器都没问题 一个是网件 WX206 还有这个是 金动云的雅典娜 那个两个拨号都没问题 2.5G的情况下 只有这个小米7000拨号有问题 两个路由器 网件呢 是MTK联发科芯片的 然后这个雅典娜是高通芯片的 两款芯片 两家企业 兼容性和这个小收发器兼容性 都没问题 因为说明这个小米 小米这个也是7000 也是高通芯片的 说明小米没优化好呀 对吧 高通芯片是没问题的 补测一下 目前我的宽带已经换回来了 这根线 收发器 直连的是主路由的腕口 然后主路由下面 桥接了一个口 接的是金动云 雅典娜 金动云雅典娜也不好成功 主路由也不好成功 目前测速 看一下测速 WiFi连的是 WX206 5G 然后我们跑一下 过1000以上是没问题的 哪怕挂了一个金动云 速度掉下来一点 等一下再测一次 现在过了1100 到了116 测一下南京 我这边通过这个路由器 连接南京也是可以跑到1000以上的 小米7000这个太坑了 我现在不折腾它了 大概一个月之后 可能会有迪赛光固件出来 到时候再说吧 小米7000我就先不用了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